我们在游戏开发中经常需要使Gameplay具备一些不确定性 比如抽奖中稀有物品的掉落 或者攻击的时候暴击的产生等等 这些情况下我们一般就需要用到随机数 软件开发中随机数一般都是特质尾随机数 尾随机数是指一组分布在一个特定范围内的数字序列 比如我们这边 来我们看一下运行结果 这些数字看起来毫无规律 但实际上它们是由某个特定的数学算法生成的 这个随机数序列本身它是完全可以预测和重现的 生成随机数序列的算法有很多 这里出于讲解方便的目的 我们举例介绍一下其中一个比较古老 也相对简单的随机数算法 线性同余生成器 线性同余生成器的算法需要选择四个魔术数字 一个是总值C的 我们用S来表示 我们同时还需要一个乘数 Multiplier 这里我们用A来表示 小起来A来表示 然后我们需要加上一个increment的增量 我们用C来表示 我们看到这部分其实就是一个线性的组合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魔术 Modulus 我们用M来表示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性组合的结果 对M取余 这就是整个线性同余的算法 非常简单 那这个算法结果就是我们的随机数 一个输出的一个随机数 然后这个输出本身 它会用来作为下一次计算的种子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一个简单的线性同余算法 我们先来换一个类 这是构造方法 我们需要一个C的 一个Multiplier 一个increment的增量 来同学一个Modulus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输出的一个方法 首先A乘以S加上increment取余 变成新的种子 同时我们输出这个结果 这里我们先随便取C的等于7 乘数等于7 增量等于7 魔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10 然后我们打一下结果看一下 先输出16个数字看一下 F shift to C 我们看一下这个输出结果 这里我们发现 当它到了第五个数字的时候 整个序列就开始进入一个6907的循环了 这告诉我们 我们的SMAC组合 并不是所有的组合都总是随机的 同时它还给我们展示一个事实 就是线性同余序列 最终总会进入一个循环 它最终都会进入一个循环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输出 它本身是作为下一次计算的输入 当我们在我们的输出序列中 看到有重复的数字的时候 我们整个序列就开始进入循环了 这是由于它我们这个算法的特性决定的 因为它输出本身是作为下一次的输入 所以我们必然会进入一个循环 所以线性同余算法的另一个任务 就是要选择好的SMAC组合 使得我们的输出序列 拥有尽可能大的循环周期 这些数字组合的选择的原则和证明比较冗长和繁琐 这里我就不详细说了 有心理的同学可以去看算法大师高德纳 写的一本书叫做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 第二卷里就有对线性同余算法的一个非常详尽的解释 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使用我们选择好的一种数字 魔数就大一点16 然后增量我们选择1 乘数我们选择5 我们希望它的周期能达到16 周期达到它的魔数一样 再看一下一定结果 好了到这开始我们就进入一个循环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周期正好16个 我们这个数字就可以非常完美的 最大化我们的循环周期 现在我们已经对随机数如何产生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接下去我们要探讨一下 如何正确的在游戏中使用随机数 我们先来生成5万个0到100的随机数 看一下 生成5万个 然后把它们变成0到100 为了能够观察它们的概率分布 我们把它们的直方图画出来 直接画直方图 我们可以看到大致是均匀分布的 假设现在策划有一个抽卡的需求 它希望有5%的概率掉落稀有卡牌A 听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需求 所以说你没有多想 然后信手就可以写下 可能类似于这样的 假设这个Math Random 它生成是0到1的一个随机数 如果小于等于0.05的话 就掉落卡牌A 那么这样的一个逻辑 有没有什么潜在的问题呢 我们来深入这个问题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重新利用一下我们证明的X 对于X中的每个随机数X 当X小于等于5的时候 我们认为我们这个稀有卡牌的掉落事件发生 我们把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给它记录下来 X2.5 然后我们把这个先租掉 打印一下1万几 然后这个1万几就说明是 比如说这几个数字就是在第49,936次 49,965次 49,972次的时候 我们这个事件发生了 我们这个稀有掉落的事件发生了 然后我们把1万几的指方柱画出来 虽然不是很完美 但是我们大致上还是可以认为 这个事件的分布是服从均匀分布的 这说明掉落事件的本身没有太大问题 现在我们看一下两次稀有掉落之间的时间间隔 所以Event现在我们是我们稀有掉落事件的时间 所以我们需要利用它们的差值来计算两次掉落的时间间隔 那么PY提供了一个除差值的方法 Diff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 我们打印一下看一下 第一第二次掉落间隔了30次 第二第三次掉落间隔了16次 然后同样我们把它直方图也画出来 看一下是这个什么效果 我们看到它的分布不再是均匀分布了 这个分布是不是比较眼熟 是的 它其实就是指数分布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就我们的需求来说 我们需求是希望有5%的概率掉落这张稀有卡牌 换句话说就相当于是我们希望是100次抽卡当中 平均有5次会掉落我们的稀有卡牌 那这个在统计学上来或者说概率上来说 这个模型其实就是博松分布 博松分布就是在单位时间内事件发生的次数 然后博松分布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性质就是 博松分布事件间隔 它是服从的一个指数分布 我们来用更直观的方法来看一下 先画直方图 我们来画一个散率图 把每一个点画 因为我们是希望每20次我们能有一次稀有卡牌的掉落 所以我们这里画一条20的线 画出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的横轴是我们稀有卡牌掉落的次数 一直掉落2500次的稀有卡牌 然后纵轴 我们的纵轴是两次掉落的间隔时间 0的意思是两次掉落连续发生 我这次抽卡掉落了稀有卡牌 我下一次抽卡还是掉落了稀有卡牌 我们发现这个0的概率非常高 次数非常多 我如果这次抽中了 我有很大的概率 我下一次还会抽中 那相反的 我们看这里面最高有160 也就是说你有的时候在运气起刷的情况下 你要连续抽160次才能抽到一张稀有卡来 就说我这次抽到了一张稀有卡 然后我后来抽啊抽啊抽就一直抽不到 直到抽了160次 我才拿到第二张稀有卡 所以这个体验是非常糟糕的 尤其是对大家来说我花了那么多钱 然后一个百分之五的概率 我抽了160次我才抽中 所以说我们之前写的这个非常简单的卡牌掉落的逻辑 放在宏观上来说你可能你如果是抽一万次的话 并不会改变总的结果 但是玩家不可能真的抽一万次 那知道了这个原因我们游戏开发中一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嗯一个常用的做法是使用技术器 给技术器设置一个预值 比如说28 当玩家每抽卡一次 我们的技术器就加一 如果玩家抽中了西游卡 那么我们的技术器就清零 但是如果玩家一直抽不到西游卡 当它累加到我们的预值的时候 也就是说玩家已经连续28次抽卡都没有抽中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直接按抽中来处理 给玩家这张西游卡牌 同时我们的技术器清零 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实现方式 所以还是用我们之前的代码 我们现在这块不要了 还是回到我们的值方图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改来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能单纯的靠 我们的这个随机数的值来进行判断了 所以这个写一个方法 Lotary 我们先跟原来一样 就是直接返回 还是原来的逻辑 如果随机数小于等于5 所以我们的Lotary方法就是 输入一个随机数 输出 这次是不是掉落西游卡牌 然后我们这里面也需要改一下 这里面把它删掉 就需要我们的方法 然后把X传进去 然后我们看一下 对 没变 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来改一下我们的Lotary方法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技术器 然后我们需要在函数里使用这个Count 这是我们抽中西游卡牌的Case 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技术器清零 然后没有抽中西游卡牌 那我们就是技术器加一 到达预值的情况 按掉落处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布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分布情况比之前要稍微好一点 它分布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指数分布了 但是现在28的地方分布非常的集中 差不多是其他地方的5倍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实现方式的好处就是简单 但这个方案只是仅仅改善了玩家抽很多次都抽不到卡的体验 它其实一个补丁 其实会改变我们的掉落概率 我们这里看一下 我们把这里打印一下 稀有掉落的总次数出上 抽象的总次数 大家可以看到 经过我们这么一个小补丁之后 我们的掉落概率其实已经到了6.5% 技术器还有一个变种 就是随着我们技术器的累加 它会慢慢的提高我们掉落的概率 暴雪的大波罗3应该也是使用的这种方式 它会记录你杀坏的时间 如果长时间都没有掉落传奇装备的话 游戏会慢慢的提高传奇装备的掉落概率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方法 使得我们的掉落概率 随着我们技术器的增加而增加 我们希望能找到这么一个函数 来找一找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可能一个直观的想法 就是我们使用一个指数函数 我们希望的是达到预值的时候 28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的函数值是1 所以我们这里面指数部分 我们再给它减去一个28 缩小一点 好的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函数 在x等于28的时候 它的取值就是1 在23之前 它取值几乎接近于0 我们可能希望值增长的能稍微早一点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修改它底 改成一个20一下 2的话 现在是可能是在21左右 我们再往前弄一点 我们看1.5的话 可能是在17左右 开始往上增长了 那我们先暂时就按这个方式吧 就是底是1.5 指数是x-28的一个指数函数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修改一下我们的lottery方法 我们不再把我们的随机数扣打100倍了 好了 这里面 那这部分也不需要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回到最早的一个指数分布的 指数分布的一个代码 在这里面需要加上一个指数函数 引入mast.power 底是我们选1.5 指数是x-28 counter-28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运行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布 比之前的分布要稍微好一点 因为在28这个地方 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密集的分布了 这种方式还是它会修改我们的掉落概率 现在这个掉落概率已经到接近7%了 最后一种方法是预先生成掉落列表 理想情况下 我们希望我们的掉落间隔 能够服从正态分布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正态分布的分布情况 正态分布需要两个参数 一个是平均值 分布的平均值 用mu来表示 我们先来看一下标准正态分布 标准正态分布的平均值是0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标准差 用sigma表示等于1 然后我们把它画出来 我们这里还需要一个到 用到一个算PY的 我们只要画一下平均值前后五个标准差 左右的范围就可以了 然后y走上的话 我们正态分布的pdf值 pdf就是概率密度 好了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图 99%的样本都是分布在正负四个标准差之内 有接近68%的样本分布在正负一个标准差内 这就是正态分布的一个性质 当然我们希望平均是20 标准差我们设置成2 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掉落间隔 99%的掉落间隔都是分布在12次到28次之间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样24的时候概率就最高 然后可能到了12次 28次的时候就已经是0了 我们先来生成一个掉落表 这些应该都不需要了 掉落表我们是叫Lottery Table 然后我们要把它初始化为0 我先长度先暂停1万 这是因为我们为了待会儿让我们的统计图表图形好看一点 时间中我们可以把表的长度放的短一点 比如说2000之类的 在这里我们先用1万 然后我们两个正态分布的参数 mu和sigma等于20 20和2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要开始我们的算法了 然后一个循环 首先我们要从我们指定的正态分布中随机一个样本 那么py有一个现成的一个random normal的方法函数 可以让我们从我们指定的一个正态分布中抽取随机样本 因为正态分布它是一个连续的分布 但是我们这里面我们需要把它进行取整 我们先对它接近45路 pd run 然后我们再对它进行取整 然后加上我们的锁影 把这个位置的速度元素把它设成1 1就表示我们稀有掉落的事件发生 我们这还做一个判断 我们整个掉落表的生成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还像之前一样把它的直方图挂出来 然后这里面是判断条件改成x等于1 看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回我们的分布就是一个正态分布的形状了 然后我们这里面还可以看到 我们的掉落概率并没有变 依然是5%左右 这是我们希望的 这里我们处理的只是一个物品的掉落 但是我们可以用相似的办法给更多的物品生成掉落表 然后把它们的这些不同掉落表可以合并成一张 一整张大的掉落表 可以用来处理策划更多样的需求